Hello大家好 今儿跟大家聊聊App Store 很多国粉应该都用过App Store 但是呢 下面这个用法 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给你的iPhone改国籍 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App Store的这个账号啊 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是这个中国区的 但是其实这个账号可以改成美区或者日区的账户 那如果改区成功的话 它可以帮你的这个iPhone呢 解锁很多新的功能和新的应用 包括什么呀 包括这个Apple的这个服务 里面你就可以解锁Apple Music Apple TV和Podcast 然后国际版的这个App呢 你还可以解锁一些新的应用 包括这个Facebook Instagram Netflix Google YouTube 然后还有大家经常用的Twitter Telegram 然后很多这个设计类工作者 很喜欢的Pinterest 也可以下载得到了 另外还有很多宅男喜欢的Point Hub OK 另外还有一些国际服的游戏 大家也可以下载了 就是包括Minecraft 国际服 还有这个吃鸡的国际服 那既然好处这么多 具体怎么操作呢 我现在赶紧给大家用手机来演示一下 好 现在准备好iPhone 咱们一步一步来操作一下 首先点开首页的这个设定 然后点首页的这个头像 菜单进去 然后可以看到一个媒体与购买项目 这个按钮 点开它 如果你之前的账号是登录状态的话 它会提示你退出你的账户 好 我们现在点登出 确认登出 然后媒体与购买项目就会变成关闭状态 我们重新点击一下 然后它会提示你继续 还是选择 不是用原来账户登录 我们要切换账户 所以选择 不是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输美区的Apple ID了 但很多人可能都没有申请过美国的这个Apple ID 那怎么办呢 一般网上会有公开的这个Apple ID资源 所以我们就在网上随便找一下就可以了 找不到的话可以参考我提供的这个链接 当然这个链接有可能会失效 如果失效的话 大家可以尝试去淘宝购买也可以的 好 那我就按现在这个网站的账号登录一下 给大家看看效果 输完账号以后要输密码 但是苹果的录屏呢为了安全起见 把我们输入密码的过程自动屏蔽掉了 我觉得这还是挺安全的 输完密码以后直接点下一步就可以了 好 现在提示正在登录Apple媒体服务 OK完成了 好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桌面 打开Apple Store OK 下不到的一些程序 比如说 Telegram 还有Facebook OK 现在你可以像我一样 解锁很多的隐藏功能和App了 当然这里面很多App不能直接上 具体怎么解决呢 这里就要靠大家自己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了 当然已经拥有美区的Apple ID了 相信智慧如你 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咱们下次见